亲爱的爱多美家人们 大家好 我叫贺桂娟 是爱多美中国的资深营销经理 长沙梦想服务中心主任 出生在冰雪之乡东北 先定居在领袖之乡长沙 感谢公司的邀请 让我有机会在研讨会的舞台上 跟大家分享我心目中的爱多美 在经营爱多美之前 我做了15年的实体 我做过养殖 做过服装 做过电子通讯 在长沙经营了三年的东北饺子店 后来由于实体经济不景气 我开始着手转让我的店铺 但是几年下来 我的现状依然没有改变 不断的亏损 我开始思考 当下消费者和消费资金 大量的向线上转移 都去了互联网 各种网购 点餐平台 微信 支付宝等理财产品 也不断涌现 并在互联网中出现了 很多职业媒体人等等 横空出世的各种快递公司 为互联网大军开展服务 实体被互联网冲击的 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市场 但是我们这样年纪的人 我们还要生活 为此我苦恼了很久 在机缘巧合之下 我结缘了爱多美 我远嫁海外的闺蜜 给我打来了一通电话 非常兴奋地告诉我 现在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 一家跨国企业要进入中国市场 这家公司在全球有20多家分公司 它生产的产品享誉全球 而且性价比特别高 退货率行业最低 退货率仅为0.2% 还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 我们不仅仅有消费权 还有经营权 如果从事爱多美事业 像我一样的普通人 也可以通过努力获得成功 而这家公司就是我们的爱多美 一开始我半信半疑 信呢 是因为这些话都来自于我最好的闺蜜 疑是对于这家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公司 我不太敢相信 也不太敢轻易地去尝试 闺蜜看到了我对公司 半信半疑的态度 她什么也没说 给我寄来了产品 先让我体验 就这样 我开始体验爱多美的产品了 说实话 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 所以节省惯了 真的不舍得花很多钱 去购买生活用品 但是又有哪个女人 不想过品质生活呢 爱多美的产品 我是用一款 爱一款 从牙膏牙刷到护肤品 再到食品 没有一款让我失望的 重要的是 我并没有提高生活成本 我开始思考 开始规划我的事业 这样的产品 我喜欢 那是不是大家 也都会喜欢呢 市场的需求 是不是会更大呢 认可了产品的我 开始用心地 去了解这家公司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较真的人 为了让我彻底地放心 我闺蜜去了 爱多美的研讨会 去了服务中心 不停地给我发图片 发视频 最终 在闺蜜坚持不懈的努力下 我决定全力以赴 经营爱多美 关于爱多美 让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董事长的那句话 正善丧略 今天呢 我就和大家聊聊 爱多美这家来自韩国 享誉全球 坚持正道经营 和无私奉献的企业 近期呢 大家是不是通过 各大社交平台 看到过这种视频 当时到我院来就诊的话 是一个突起的精神行为 一场两天 落院的 到我院的时候 发现这个患者 第一个的话是胡言乱语 有乱跑的一些倾向 今年60多岁的王奶奶 自己一人独居在长沙 儿子定居在国外 平日里很少和亲人联系 前几天 远在他乡的儿子突然发现 打王奶奶的电话去 一直无法接通 于是他立马联系 其他的家属前去看网 去了之后发现 王奶奶神情恍惚 行为举止 也有些异常 在发现王奶奶出现 不是症状以后 家属是第一时间 把他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来到医院之后 医生诊断 王奶奶的病情 很有可能是因为 乱吃保健品有关 我们的话 考虑可能是因为 服用保健品之后 出现了消化道的症状 这个奶奶 她因为一个人独居 当时出现消化道的症状之后 没有就医 出现了 同时代发了一些脑功能 紊乱 电解质紊乱 这样一些症状 医生告诉我们 王奶奶本身就有慢性肾病 之前她听别人介绍说 某保健品可以治疗自己的病 所以开始服用 可是没吃两天 就出现了不适的症状 渐渐的还出现了幻觉 经过医生诊断发现 王奶奶是患生了 气质性精神障碍 好在就医及时 经过一系列的治疗 目前王奶奶已经痊愈 现在这个患者的话 基本上痊愈了 出院了 情况还是比较好 没想到这保健品 却让王奶奶经历了 这么一番折腾 好在现在已经痊愈 而现在在市面上 各式各样的保健品 在咱们生活中 也是十分的普遍 那么大家平常 都有经常吃吗 我们没有 为什么呢 我们不相信保健品嘛 我们不相信 不相信 它就是你的家有多 餐家里多 正方不够 不够高啊 吃过啊 像我们女性啊 吃那个 口服液啊 那无极口服液呢 吃过 不吸的啊 还有那个什么 阳台素啊 吃了两个多 三个月 但是没有 什么不好的反应 但是呢 好的也说不上 看了成分啊 但是那个东西 我也说老实话 我开始看了 但是他是不是骗我的 或者是把它提高的 写的那就不知道了 在随机采访中 我们发现 市民们对着保健品的态度 是褒贬不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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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 看完视频后 不知道大家有何感想 我们身为普通百姓 本来就是靠工资 靠养老金来维持 衣食温饱的 但是人人都有爱美的心 人人对于健康都有需求 血汗钱花了 购买回来的产品 不仅仅对自己没有好处 反而有伤害 想想真的很可怜 话说回来 这样一个生产劣质产品的公司 不管是对于消费者还是经营者 都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一个如此不负责任的企业 又如何能够让大家信服呢 没有了消费者和经营者支持的空壳公司 自然也不会长久 而我们的朴涵吉董事长说过 正值善良是最好的发展战略 这也是爱多美的最高战略 爱多美在企业经营活动中 一直坚守着正道经营 摒弃行业陆席 有些企业和销售人员 为了在竞争中获取更多的利益 从事一些违背原则的事情 并且有很多企业 用竞标的方式来选择供应商 为了拿到合同 就开出更低的价格 为了自己的利润与利益 就要不断地压缩产品的成本 在这样的情况下 生产的产品的品质 是很难得到保证的 而爱多美采取的是 一品一设的原则 一个产品订单只给一家公司 信任该企业 并提供一切可以提供的帮助 并且爱多美的所有产品 在销售给消费者之前 都有严格的产品把控制度 并严格遵守相关法规 拿我们爱多美的牙膏为例 为了使用最优质的原材料 公司会一同于合作商 严格挑选原材料 并进行严格的管理 要说到管理 爱多美与众不同的管理方法 就是公司会亲自审查 合作商从哪里获取的原材料 会一一确认原材料是否品质过关 再如我们爱多美的化妆品 只会用获得韩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认可的原材料 之后还会在其中筛选出最高品质的材料 与最好的原材料产地 这种企业与生产商之间的密切合作 形成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共同努力为消费者提供优良品质 超值价格的产品 只有客户满意 喜欢产品 企业才可以跟爱多美一起发展下去 这样的合作关系才能长长久久 我经常这样问伙伴们 如果大家不经营爱多美事业 会不会使用爱多美的产品呢 答案是会 因为爱多美的产品 自己用安心分享起来放心 没有任何负担 既不赚任何差价 也不需要担心品质 我身边的伙伴只要用过爱多美 都成了产品的爱用者 为什么呢 因为爱多美一直坚持以超值价格 销售优良品质的产品 并且为了让更多人放心 安心的使用产品 公司还创立了 坚持正道经营的原则中心文化 刚开始我也不相信 不相信有这样一家 不以利益为主的企业 直到这一年来 我不断地参加各种研讨会 服务中心会议 总部也都来了五次之多 从总部大楼还是毛坯 到现在宏伟壮观的梦想中心 亲身感受了一家企业 对于文化的坚守 坚守原则中心文化 是爱多美成为百年企业的战略核心 即使有好的产品 好的经营环境 但是如果企业的管理层 或者是奔波摘市场一线的经营者们 如果不能够坚守原则的话 企业的成长很快就会停滞 所以爱多美将坚守原则 放在了企业的核心战略 把坚持原则当成了爱多美企业文化的根本 2020年 爱多美总国解除了100多起 不规范经营的经销商合同 并对夸大宣传 二次销售 恶意竞争等市场推广行为 进行了严厉的处罚 同时为了巩固成功 公司也准备成立以经销商为主的自律委员会 从原则中心文化中 我们也都知道 爱多美一直强调 正善丧略 那到底什么是正直 什么是善良呢 还记得我们每次参加领导力研讨会 公司不会给我们讲如何提升业绩 而是不断地给我们强调 遵守原则 正道经营 每次参加服务中心会议 公司会给我们普及法律法规 教我们遵纪守法合规经营 说实话 我之前也做过营销行业 参加过很多这样的线下会议 会议的内容都千篇一律 从来没有讲过与原则中心 正道经营相关的内容 讲的都是如何提升业绩 如何销售产品等内容 但是爱多美确实不一样 这样的重视合法经营 讲合规经营 真的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当时真的很不理解 如此强调合法经营 强调政治善良 那么公司的业绩怎么来 公司该怎么经营 不明白 真是不明白 不仅我不明白 我的很多伙伴也不明白 每天各种疑问 后来我才知道 存在必然有道理 爱多美这十几年的发展中 使无数人获得成功的事实 摆在眼前 我开始分析 研究 开始认真的观看董事长的视频 反复看 终于有点理解了 只有合法经营 才能够让客户放心 只有优良品质 超值价格 才能够让客户长期使用 只有有了稳定的消费基础 企业才能够长久稳定 只有企业长久稳定 我们这些经销商 才能够安心的走在市场一线 不用像以前一样 自己还在拼命做市场 公司没了 公司经销商客户 我们是一体的 谁都离不开谁 只有公司 经销商 消费者 紧密合作 才能真正的把企业做大 把产品做强 我自己通透了之后 我就会把这些 我的理解 分享给我的伙伴们 帮助他们解决疑惑 只有解决了大家的疑虑 我们的爱多美事业 才会越做越好 所以 每次线下沙龙 都会讲解企业文化 这个板块 说完了 正善上略的正直 我想说一下关于善良 我记得董事长说过 在爱多美 公益不是一个项目 而是一种责任 像吃饭 像睡觉 像上班一样 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人不能等富有了 再去从事 公益慈善 无论你现在的生活如何 都应该去做 因为这个世界上 永远都有 比你更需要 帮助的人 听了这段话 让我的心跳 加速 因为我真的 难以想象 在自己生活 还不如意的时候 去帮助别人 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这心胸和格局 我都不知道 用什么语言来形容了 所以在我们爱多美 会把公益慈善 当作我们的日常来做 而不是直喊口号 在2019年疫情 刚开始的时候 爱多美为武汉和烟台 捐助了14万个KF94口罩 在内蒙古厄尔多斯地区 植树造林 连续五年的时间捐赠 计划种植15万株杀极树 共计150万元 目前已经种植了8万株 在至少7个贫困地区 修建爱心教室 共计投资额为200万元 目前已经完成了7所 共投资100万元散款 计划帮助100位 存恶劣患儿 目前已经完成三战 向1600名贫困地区女童 捐赠价值520万元的 卫生产品 已完成 捐赠300万爱心款项 帮助节之青少年 儿童 盲腾 已启动 河南洪灾 咱们也捐了100余万的 爱心物资 规划开展 迷你马拉松 号召所有爱心人士 会员 一起参议公寓 路跑 爱多美用正道经营 告诉我们企业的良心 爱多美用公益 告诉我们企业的善心 从开始经营爱多美 我自己的灵魂 也在不断地升华 开始有责任心 开始回顾过去几十年 只顾着自己的小家 真的没有为社会 做过任何贡献 我相信大部分人 跟我都一样 那么未来 让我们跟着公司的步伐 一起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 爱多美始终坚持着正道经营 热衷于公益事业 因此获得了CCM认证 大家可能对于这项 韩国国家级认证 不是很了解 那我来普及一下 有些认证 是花钱也买不来的 而爱多美是首个网络营销行业 获得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管理认证 并通过消费者中心宣布仪式 倡导全体员工 实行以顾客为中心的经营中止 在全公司范围内 开展顾客中心经营 那爱多美为什么能够获得CCM认证呢 因为爱多美把顾客的成功 当成了第一经营目标 爱多美的经营目标之一 就是超越顾客的感动 实现顾客的成功 这不是口号 而是完完全全的做到了 爱多美不仅仅提供 优良品质超值价格的大众精品 而且为顾客的成功 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提供桑机 让客户乘坐爱多美的快车 一起成就未来 通过以上介绍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 为什么要正道经营 为什么董事长说 正值和善良才是企业运营的最高战略 这样一家大爱的公司 善良的领导人 是不是值得我们跟随呢 愿爱多美可以实现百年企业的目标 愿爱多美的家人们 可以跟随爱多美的脚步 把正善上略贯彻落实 愿更多的客户 可以用上大众精品 不再受到任何伤害 好的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爱多美家人的聆听 再次感谢公司的邀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